相信对于每个国人而言 一款全资源的国产CPU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最为期盼的 而伴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创新 以及大环境的逐渐改善 周路像英特尔、AMD和高通的行业巨头 也都在大力发展自家的尖端技术 当然作为国内的本土企业 龙芯中科也并没有停滞不前 而于上周正式发布的龙芯3A5000处理器 还获得了堪称里程碑4的性能大跃进 至于这款处理器的实际性能表现如何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从08年成立至今 发展近10亿年的龙芯中科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行业的性头肉 而从其发布的历代产品来看 采用0.18VMe CMOS工艺的龙芯一号 到首款4核CPU龙芯3A 再到高性能处理器架构GS464E 看得出来龙芯中科的发展历程 完全可以被称为国内芯片行业的发展史 除此之外 其所宣布的龙芯开源计划 龙芯开发者计划 以及龙芯产业基金计划 也让其在笔记本电脑 服务器 云终端等领域中 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而如今所推出的龙芯3A5000处理器 就是其在这一领域的又一跨步 具体来看龙芯3A5000处理器 是首款参用Lenarch系统的处理器芯片 从顶层架扣到指令功能和ABA标准等 都具有完全自主技术先进 兼容生态的三大特点 而相比此前的MIPS编译方式 龙芯3A5000的动态执行指令 可以说是平均减少了10%到20% 同时其也融合了X86ARM的主要功能特性 以实现了跨指令平台的高兼容性 而在详细规告方面 龙芯3A5000的主频为2.3GHz到2.5GHz 也有4个处理器核心 L1机缓存为64KB L2机缓存为256KB L3机缓存为16兆B 同时每个核心还采用64V超标量机S464V自主V机构 并包含了4个定点单元 两个256卫箱运算单元 以及两个仿存单元 峰值运算速度为160G浮点 典型功耗为35W 除此之外其还集成了两个72V的DDR4-372控制器 和4个支持多处理器数据一致性的HyperTransport 3.0控制器 以此实现更为精细化的功耗管理 至于在性能方面 据第三方的测试结果显示 龙芯3A5000处理器在GCC编译环境下 运行Spec CPU2006的定点浮点单核Bass分值 均达到了26分以上 而四核心分值更是达到了80分以上 与此同时在基于国产操作系统OnixBench的情况下 龙芯3A5000的单线程得分达到了1700分以上 四线程得分达到了4200分以上 对比上一代的龙芯3A4000 其性能大致提升了50% 同时功耗却降低了30% 而整体性能更是与AMD的第一代锐龙和英特尔的第六代酷睿不相上下 而除了龙芯3A5000处理器本身以外 龙芯中科还为其配套推出了新一代的服务器处理器 龙芯3C5000L 其封装集成了4个3A5000硅片 又有16核处理器 而基于龙芯3C5000L的4664核服务器整机 在SpecCPU2006性能测试中也获得了900分以上的高分 全面满足了云计算数据中心对国产CPU的性能需求 当然除了龙芯中科 国产CPU中还有一些诸如飞腾 造星和深微等等的领军企业 看来只要埋头苦干 国产芯片必定会有出头之日 所以重铸中华荣光无备亦不容辞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小小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极强 我们下期再见